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567 我们大家都知道 冬春季节是风干雾燥 特别容易引发火灾 那么民房火灾不外乎是电线短路 吸烟等原因引起的 可是在江苏省盐城市 那儿发生的一起民房火灾 引发火灾的原因却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这是一起怎样的火灾呢 晚上七点多钟 江苏省盐城市消防支队 接到一起火灾报警 几间平房 轮子型的那个平房 已经这个有两间半 房顶都着了火了 这里是一片老居民区 基本上都是专务结构的老房子 由于这里向导狭窄 消防车无法靠近 消防人员不顾危险 爬上了这道围墙 从房顶上面压制火势 我站在人子房的边缘上 因为人子房它是有斜坡 我是整个站在斜坡上 因为打水嘛 有水 水落地就成冰 天冷 也滑 如果稍不留神的话 就容易滑下来 在两支水枪的压制下 火势慢慢弱了下来 在消防人员的努力下 半个小时以后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这场火灾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呢 最西边两间基本上都烧完了 这是烧过后的房屋 这些房屋都是丁师傅家的 你看这个房子烧到上面 瓦都烧了没来 瓦没了 这是什么 这是电磁炉 这是烧过后的柜子 这是烧过后的床 这是烧过后的床 这是一台微波炉 上面瓦小心 这场火灾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呢 从几样加起来 应该是在十万左右 你那个十万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房子 房子这块重建的话 它需要五六万 然后再加上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我的房租损失 看着这些残缘断壁 丁师傅全家怎么也无法接受 烧毁的这几间房屋 都是用来出租的 这个南青年 原来就租的这间屋子 只爆了一个电脑出来 其他什么都没拿出来 这场火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呢 大家都感到疑惑不解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屋里面又没有煤气啊 燃气啊什么的 又没有 当时又没有在做饭 怎么会着火的吗 我说怎么搞的 这是什么运势失去火了 会不会是这样的电路 丁师傅全家怎么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火灾 消防人员从受灾情况判断 火灾是从最西边的这间屋子烧起来的 然后引燃了另外几间房屋 我们刚开始从外部进来的时候 外边的这个门窗外屋表现都是很好的 我们这个里边呢明显的过火的 火是从里边向外烧的 像这种民防火灾 一般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一个电气线路短路在一块 还有这个家里边 一个生活做饭 使用这个液化器啊 或者这个吸烟 或者这个遗留火种 等方面有可能产生这个火灾 电气电线短路是民防火灾的大量化 这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 看它过来的这个线路呢 整体的话是比较完整的 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短路 所产生的溶柱 线路短路发生的可能不是太高 电气电线短路的原因被排除了 厨房在外面也不可能引起室内火灾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外面扔进火种呢 你看这个后面是一堵墙 这个从外面放火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这个原因还是有里边放火的可能是大一点的 消防人员经过仔细调查 得出了初步结论 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火 而且放火者当时就在室内 谁会去故意放火呢 最先起火的是西边的这间屋子 住在这里的是一家姓吴的 在这里租房已经好几年了 平时和邻居们相处的也很和睦 他们怎么可能放火呢 最先发现起火的是这位大嫂 她也是这个院子的租房户 起火时她有没有看到异常的情况呢 当时我看到那个门开着 是开着的没有关 邻居们都说他们发现起火时 这间屋内已经没有人了 那么谁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呢 他们夫妻两个先走的 然后女儿一个人在家 邻居顾老师住在这间屋隔壁 起火前她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呢 听到隔壁他们在家里面的家庭纠纷 可能在吵架呢 听到打这个女儿的 这个情况引起了消防人员的忠识 起火以后 大家都没有再见到这名女孩 她现在在哪里呢 真正找他们一个晚上 一直没找他人 所以我们也感觉比较纳密 这小女孩这么家庭 家里发生这个火灾事故 怎么一夜没回 平时她每天都是回家的 在一家网吧里 警方找到了这名女孩 对她进行了询问 这火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你自己知道 就是和父母发生的麻烦 然后是在 这个 很气氛嘛 然后这个 紧着个厂子 就是说你 你就是说你因为生气 跟父母吵架生气 然后你就自己点了这把火 是吧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 你放这把火 就给这个造成那个何果呢 没有想过 这个女孩叫吴东波 在严城市济师学院上学 今年19岁 第一次点了旁边那个 有种布料 那个滑雪的 比较方法的布料 它不会引蓝 然后点旁边的那个 敌软的那种面料 然后点的时候 它的那种面料就比较可燃嘛 然后就容易燃烧 我以前也学过那个 塑造设计的材料专业吧 然后材料可燃 不可燃的 你就知道 竟然把学到的知识 用来点自家的房子 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吴东波和父母 究竟有什么矛盾 为什么要放火 烧毁自己的家呢 这场离奇的火灾 终于找到了原因 竟然是一名19岁的女孩 故意放火 目的竟然是为了 报复自己的父母 这个结果 让大家都感到很吃惊 这名女孩呢 上济师学院三年级 按理说 应该知道放火的后果 那个父母闹点别扭 也不至于就做出 这么荒唐的举动 那么他和父母 这场火灾造成了 惨重的损失 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名女孩 故意纵火呢 在阎城市技师学院 记者没有见到吴东波 学校说他已经退学了 事情发生以后 吴东波的父母 已经搬到了新地方 经过一番打听 在阎城市的一个城中村 记者找到了他们家 挺倒露的 这就是吴东波的父亲 他正在准备做饭 楼上这间屋子 是他们新租的 吴东波也在家里 他为什么要放火 收回自己家 那天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了小事 家人小事 那个 好像是为这个 银行卡了什么情况 把这些事情撑走的 好像是为那个 小 太小了 这个事情讲了 这不可能 吴明复说 出事那天报忙 因为办理银行卡的事情 他责骂了女儿几句 并且打了几下 根本没有其他事情 那么对于女儿的行为 吴明复是怎么看待的呢 吴明复一家来自农村 夫妻俩在洗浴中心打工 每天的工作的半夜 我每个月就有 一千三十百个家 吴明复夫妻俩 依靠微薄的收入 供养儿子和女儿上学 还要租房子 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 父母生活那么艰难 按理说 吴东波应该很体贴 他们才对 为什么反而 要放火烧毁自己家呢 吴东波和他的母亲 都不愿意再谈起这件事 真是很奇怪 仅仅因为一件小事 为什么会放火烧回自己家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记者找到了教育心理学专家 他叫宋少卫 心理学博士 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学研究 父母跟他平时的这种关系 不是很好 甚至父母经常打骂他 那么他可能在心理上 对这个家庭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都不强 他当时可能完全是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冲动之下 做出这个举动 吴东波平时和父母的关系 怎么样呢 他父母责骂女儿 他是正常现象 而且他女儿也会顶嘴 女儿跟他们好像有点矛盾吧 经常打他女儿好像是 对于邻居的反应 吴东波的父亲是怎么认为的呢 吴明复说他很疼爱女儿 至于平时的打骂 他认为是正常的 那么为什么女儿会有那么大的怨恨呢 打骂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现在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他们的逆反情绪 他们的叛逆心理都会因此激发出很多很多过激的行为来 专家说 一反心理 一反心理报复父母 那是负责任的 那以这事件之间出来 你大人不走动一点 还不好 吴明复说 再加十年的积蓄 慢慢划脉 好歹说再自一点 这样能把这事情再举好就行 经过这件事以后 吴东波对父母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专家说 农民工进城以后 在家庭教育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类 就是农民工进城以后 他们的这种社会性的心理落差的感受 容易导致农民工在家庭教育里面采取补偿心态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特别想在子女教育上有所作为的家长 容易采取恨铁不成钢 棍棒底下出校子等等 这种过于强硬的家庭管教方式 记者在这次采访时 注意到一个问题 平时出了修一天 修一天午也不在家 就是说只能是吃饭的时候 中午吃饭后可能的数字 那基本上是很少再一次 专家说 这种情况也容易导致家庭教育出现问题 他们的时间很多情况下是处于比如说别人在晚上睡已经可以休息了 而他们仍然在劳作 那么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教育往往处在一种养而不教的状态 现在很多农民工进城后全家都搬到了城里 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首先父母要树立自己的自信 要勇于去面对生活 把这种精神带给孩子 你一定要给孩子留有空间 你一定要成为他的朋友 你能成为他的伙伴式的父母 这个是农民工的这个父母 可能最好的一个模式 吴东坡今年只有19岁 这个年龄退学在家 对于自己的今后 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吴明复说 他会紧密赔偿损失 希望女儿还能够回到原来的学校 看完这个节目 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是这个女孩的父母 为了减轻女儿的责任 倾家荡产也要赔偿损失 这个女孩原来认为父母对自己不好 经过了这件事以后 才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道理 另外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这个女孩非常的想上学 她的父母也希望她能够重新回到学校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 严城市及时学院能够给孩子一次机会 让她在学校的大家庭中 健康快乐地成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生活567和你在一起 明天的18点05分 我们再见 八个月的宝宝 背后长个奇怪的肿块 你又冒高了 年轻父母带宝宝交集求医 肿块是什么 宝宝能否拿掉倍上的负担呢 只要她又有一口气在 我都觉得不能怕 敬请关注 丢掉倍上的负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